去年开始中国甚至有所谓的停电 他是想停就给你停 一个礼拜停三天四天是家常便饭 他是不会管你经济的发展怎么样 他也不会管你工厂能不能开 他说今天想给你停就给你停 今天早上一大早提案 通知今天停电你就得停电 那时候我就准备要走了 现在有更多的财商出来回应 响应曹幸成了 他是为了维稳无耸不用其极 让中国整个经济就这样瞬间就冻结下来 但是他不在乎啊 因为这是你的人民 跟我这么没关系啊 习近平要的是维稳啊 什么维稳 因为他要登基嘛 他二十大之后他要登基 我今年六十岁了 我叫廖金章 我在中国工作了 廖金章 我原先是从事的运动鞋的生产 我还做了一个化工厂 台商又觉醒了 我后悔去中国 皮特菜你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啊 这个抓紧时间聊两个话题 一个是北欧的天然气 到底是谁炸的 那现在各种说法 主要是一个说是美国炸的 一个说是俄罗斯炸的 这两个说法呢 各有各的这个论据啊 我倾向你认为 如果是美国炸的话 这个还得认真对待 如果是美国炸的话 说明美国这个世界 带头大哥开始耍流氓 因为炸这个东西的唯一的目的呢 就是 就是激起民愤 就是让战争升级 让战争升级 也符合美国的目的 但是不是用这种方式 美国的话应该说 让战争升级会用 有理有力的方法来正面推动 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这种 这种流氓无赖的这种做法 来推动这个战争升级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我倾向于认为 美国炸的可能性比较小 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就是俄罗斯炸的 俄罗斯炸呢 他的动机呢 是也是挑起战争 挑起欧洲人 对美国的仇恨猜忌 就是说你美国是为了 你断了人家俄罗斯 卖天然气的这个渠道啊 你自己想独吞呢 你自己想独吞天然气市场啊 这个啊 就是挑起这个 当然俄罗斯呢 动机这个造谣 利用这件事 造谣抹黑美国 打击美国的信誉 挑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这个是有的 而且很充足 有人说那个美国炸的理由 包括福克斯新闻的 那个著名评论员啊 那个 Tucker Carlson 他第一时间蹦出来 啊拜登嘎嘎嘎 你看看拜登什么时候讲个话 对 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得 拜登讲过的事 他一定会做吗 这个你还真的打个问号 冰者鬼道也 真想做的事 我坚决不说 我说的事 做与不做在两可之间 我之所以说 目的也是很非常明确 不是为了真打 不是为了真炸 拜登这个二月之前说那个 我有可能炸掉啊 这个管道啊 就是一种威慑吧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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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言论啊 就说是上兵 伐毛 拜登讲的话 属于伐毛的那个范畴 不属于真正的战术阶段的 这个表态 所以这一点啊 这个 这个福克斯新闻台的 这个卡尔森啊 他的段位还是 还不录我啊 他应该多拜师 向我求教一下 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 太冒失了 我倾向于认为 拜登说那个话 可以做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属于上兵伐毛 那个 那个 那个目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咱们也别着急吧 俄罗斯在这个 利用谣言 制造谣言 那个混淆是非 这方面非常厉害 那绝对是比美国高 比中共都要高 那当然另外一个佐证啊 不是美国干的 就是说 你看看小粉红 你看看五毛 五毛也是 我看更多的人都说是 俄罗斯干的啊 包括央视 也说俄罗斯 这个美国干的 但是他没有把俄罗斯 也干的可能性 完全回避 他也说有可能是 有人说俄罗斯干的 所以中共在这个事情上 也没有 也没有说死 这倒是挺好 这中共有所进步啊 学的越来越油滑了啊 也在通过这场战争 学习战争啊 这个 这也是个天在难逢的机会 别人给你交学费 你来学习战争 这多好啊 呃 所以 这个事呢 我也说不死 我看很多人都在议论 也大体上 也也没有啊 云亦无三说 何清廉说美国炸的 这老娘们越来越偏执了 何清廉是个太情绪化的人 这种事啊 这种涉及到军事 这种斗智斗勇斗矛略 啊 搞假宣传 然后这个破误啊 这个 这个方面 你这个情绪化是不可以的 必须得像我说的 要站在月球上看这几个字 完全放弃自己的个人的感情因素 就是论事 看到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有一分的智慧 洞察力 你就动 你就说这一分的话 你要是没有那个洞察力 你说那个250的话 这个笑死人吧 很快就会结底吧 当然也不一定啊 这个活要是干的比较巧的话 俄罗斯要是干的比较巧 还可能一时半会破不了岸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是考验美国和他在欧洲的 盟友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咱俩关系好不好 就是要接受这个事情的考验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 我给大家看看啊 这本书建议大家要说谈战争的话 这本书得看一看啊 光线不太好啊 这个书叫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副标题是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 就是现代欧洲的转型啊 转变转化 转成了一个和平至上 这本书啊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副标题是现代欧洲的转型转变转化 就是欧洲从一个屡屡挑起世界大战的一个火药桶 经过二次世界大战 由于美国的实质性的介入 当然苏联也给揭露了 苏联被美国拉着加入了二战 把欧洲彻底荡平 移为平地之后 欧洲在美国北约的这个呵护之下 欧洲变成了一个理想国 和平至上 这个让别人掏钱给自己过舒服日子 让别人的士兵让美国大兵给我站岗放照 有危险你们去死 美国的孩子啊 美国的男人女人你们去死 我在家过日子 我跟你讲和平的重要性 他进入这么一个状态 这书写的非常尖锐啊 一读就放不下 我一口气读了一张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有点老了 十年前了吧 08年 一晃十 十四年之前 那个时候 他已经预感到中国的崛起 欧洲人太矫情 美国人太大老粗 就是美国人不会干了脏活之后 去要自己应该有的报酬 就是我替你站岗放上 你给我交点保护费啊 保护费你都舍不得交 连请我的战士吃个饭你都舍不得 你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啊 我们的战士给你上前线打 给你排除一切的战争的这个可能性 你这太舒服了吧 这个情绪这个书还没有表达的这么清楚 是到了又过了啊 又过了几年之后 到了川普总统啊 胜选之后 跟欧洲的关系基本上就就就就就就说了吧 你你啊啊啊你是不是啊交点钱呢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撤军了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北约给你解散了啊 我不我退出北约 你看你要是美国退出北约 加拿大退出北约 欧洲会是什么样子 你对付得了普京吗 玩不过普京 普京太厉害了 所以说欧洲这个事啊 第一 你就是美就算美国这一次耍流亡 某利益集团啊 雇佣军把他管道炸了啊 欧洲人也完全没有条件 没有资格跟美国人翻脸 所以这事大家心呢 那还可以先放个信 我觉得美欧的关系就目前在消灭普京之前 破不了这关系 破的话欧洲是自杀行为 所以这事看吧 升级是不可避免 这个战争的升级是不可避免 我看到了这个乌冬四个公投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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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 跟普京在那欢呼啊 开庆功会 哎呀我觉得非常恶心 啊这是人类文明的倒退 俄罗斯这种蚕食别人土地的这种 丛林法则的玩法 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福音 中国人不可能认同这个东西 就是习近平也不可能认同 否则的话 台湾台独啊 还是统一一公投怎么办 结果一定是 一定是台独啊 那你习近平接受还是不接受啊 你不接受的话 你今天祝贺普京啊 公投胜利 你啥意思啊 你这不是自打嘴 所以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 呃民主人士 反共人士 当然是看透这种呃 画招是一眼就能看破 嗯这个东西呃 从沙皇 从他妈的斯大林 苏联一直对我们中国在这种这种玩法 这种玩法是啊 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个是假的 假民意啊 这是第一 第二关于习近平这个事啊 习近平现在成帝是没有办法 很多人说哎呀 你这个呢 关于成帝问题有各种妖魔鬼怪的说法啊 啊 习近平成帝是派不得已 他不成帝怎么整啊 团派的人他不敢用 他也瞧不起团派的人 包括啊 胡尼刀他根本瞧不起 李克强他也瞧不起 李克强也确实没本事 汪洋呢 他可能也有点信不过 汪洋这个人似乎给人家感觉是有点本事啊 汪洋能力是有一点 比李克强要强 啊 胡春华没有本事 胡春华干过什么事啊 这个楚军 哈哈哈哈 没有其他的团派都不行 上海帮的人明显是 啊 是要是要这个修理的 所以说这个像韩正啊 韩正 王沪宁啊 这些都得走 都得撤掉 没有真本事 那么称帝之后 习近平唯一可用的人 老王他能不能再用 我不知道啊 这个 我最近看到有人整出一个老市民讲话来 我的老朋友余茂春居然在某一个饭局上讲话 还郭先生 还把郭腰叫做郭先生 我也大吃一惊 你余茂春是拿了郭腰的脏钱了吧 怎么能说这么没水平的话呢 你这个这个和我理解的余茂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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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洞察力 哎呦有距离啊 这个我不知道背后是有什么猫腻 这唯一可能的就是郭腰可能给他那脏钱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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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其妙啊 这个这个这个狗糟的呀 哎呦给人家捣乱啊 搅浑水 他是有他的个人目的 他没有政治目的 郭腰不是搞政治的料 他他这个四五年以来瞎接膛折腾 他也不会玩政治 哎呦我就看透了他 郭腰这个傻逼没有什么政治水平 他就是搅浑水 他就希望把习近平搞得疼一点 吓唬一下习近平 你看 我有一个郭腰粉听我的胡说八道 你是不是把我的财产给我姐夫一点 放过我 把红通给我撤掉 他用这个 这叫聚众 聚众 勾兑 聚众谈判 这个是他的个人的目的 不是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 是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良 改善 改变 该推翻共产党 推翻共产党 该鼓动习近平去称帝 那就让习近平去称帝 该把上海帮干掉就干掉 该把团派干掉就干掉 那么现在习近平能用的是刘鹤 我估计他是能用的 他信得过刘鹤 老王是不是信得过 我还真不知道 我认为是能信得过 为什么 因为十九大给老王也开了个绿色通道 十九大修改了宪法 把国家主席的任期 这个任期的限制改了吗 副主席的任期也改了 所以老王也可以继续做副主席 习近平二十大到底怎么开 他怎么玩 实际上这是个谜 这个谜解开之前 你这些政治分析人士 这些东南海听床师 包括迷人士在纽约开会 还大言不惭的标题 叫二十大收入中国证据的给 你这不扯淡吗 二十大怎么开 开成什么东西 你都不知道 这个在这个谜的面前 你不解开 你先去 你先去分析那个谜后边的东西 时间线错误啊 这个是这个 当然了这个标题错误 并不意味着 这个会没有意义 会有它的价值啊 会我听了一些我认识的人 那里边发言的人 可能有一部分人我认识 有的人讲的还行 有的人真的还讲的还可以 有的人是认真的讲的 当然大部分胡说八道 有的人是讲 他是带一定风向的 你比如说李维东先生讲 李维东先生这个十年以前 就开始提出来 习近平搞什么 习近平是搞红色法西斯帝国 红色法西斯啥意思 就是共产党领导的 纳粹德国的道路 就是中国的道路 这个是就等于是相当于 把习近平换成希特勒 让希特勒加入中国共产党 带领德国走社会主义的 公有制的道路 把这个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这是李维东的这个论定 这个论定有一定的真实着见 十年之前 我是很受权的喜放 但是这一次在纽约开放 李维东变了呀 李维东说习近平搞的就是 李唐王朝 李唐皇朝 李世民 李世民 那大唐是中国人 大概是最尊重的一个王朝吧 这个就我们心里的对得起中华民族啊 甭管他那个制度好与坏 他当然是中央集权嘛 本质上是秦始皇那个中央集权制度 那都是没有党 就是大权掌握在皇帝手里 皇帝的权威超越法律 这个和这个800年前英国大宪章的这个精神 是背道而斥的 当然这话不对呀 应该说 李世民一转眼现在是1300400年了吧 1300年前 李世民领导中国的那个皇权专制制度 中央集权制度 被500年后英国的大宪章给突破 突破在哪里呢 突破在法律面前 国王跟他的子民是一样的 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风能进雨能进 我这房子国王不能进 这都是英国大宪章的巨大的贡献 给后来的现代的法治 司法独立 法律 这个作为调节人类一切纠纷的一个准绳 打下了一个基础 那李世民没有这个贡献 大唐王朝没有贡献 大宋王朝也没有这个贡献 大宋王朝有科学技术上有贡献 这个咱不说 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贡献 但是大唐王朝没有像希特勒那样 把某一个种族灭绝 那个时候有很多西域来做生意的 他很喜欢长安 他觉得大唐王朝挺好 就在这安居乐业了 那挺好 变成我们今天的某些民族的 就是给中华民族提供了新鲜的血液 带来了西域的文明 商品 这都是大唐的贡献 当然了 我们现在知道都是唐师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 年轻人刷嘴皮子很厉害 口语很好 文字能力有所提高 就是大唐 李维东把习近平的玩法 说成是要恢复大唐王朝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否则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 习近平要把中华民族复兴到哪去 你是复兴到你的老祖宗 这个齐桓宫那去 你还是复兴到秦四皇那去 你还是复兴到李世民那去 李维东说复兴到李世民那去 这个可能是人民群众阻力最小 相对来讲 大唐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的 真的骄傲的一个朝代 而这李维东 你看这个如果不是这个会的话 按照卫星生的说法 李维东已经回到河北城市养病去了 他退休了 他不参乎事了 但这次李维东出来公开讲 我觉得有心意 其他一个还有一个罗小鹏讲的也不错 罗小鹏 大家知道罗小鹏是跟邓小平是交情 在邓小平最落魄 在山西下方 在一个拖拉机场 修拖拉机的时候 罗小鹏作为一个小孩 那个时候中学生 跟小平同志见过面 跟小平同志握过手 那个时候罗小鹏他亲爹 管着邓小平 他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些方便 包括邓小平从邓小平家去这个拖拉机场 有一条 专门给他修了一条小路 就让邓小平一个人走 为什么 安全考虑 谁的安全啊 红卫兵啊 就怕红卫兵 在路上 堵住邓小平把他打死啊 文化大学们一提前 大家就是 邓小平的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 老毛就是要把他弄到弄死他 还好啊 江西那个地方呢 不是江西的刁民 邓小平文革下放的时候 他是到了一个拖拉机场 碰巧那个拖拉机场 是罗小鹏的亲爹 罗小平的亲爹是 也是个老红军老干部 二说起来是四野的人 对这个老上级 他有感情 这个中国人啊 讲究这个东西 这不能说我 我权限之内 我给夏平 我给他修一条小 邓小平小路 这个小路应该还在啊 现在啊 如果不在的话 应该把他恢复了 保护起来 就表现了中国高级领导人之间 他这个战友情 这个战友情在1989年 邓小平这个屠夫命令啊 这个在首都部分地区进行戒严 进行清场啊 这个屠杀学生的时候 已经完全抛弃了 我说我讲过啊 就是刘国庚这个故事啊 刘国庚被就是就是牺牲之后啊 他的战友抛尸 他的战友不去救他 他这样就不管他 让他呆在天安门啊 天安门啊 广场那个那个西侧长安大街上 啊 在那他那个他那个尸体塞了好几天 最后肚子胀了啊 被虐尸啊 有人说是暴民虐尸 北京的小青年虐尸 也有也有人说是戒严部队的啊 这个文宣队虐尸 就是为了要这个拍出来之后 这个电视效果央视要放了 放给全国人听 放的时候呢 把这个时间打乱把时间顺序打乱 说暴徒你看看这么虐待刘国庚啊 这个我们的战士找不到刘国庚的尸体 我们战员部队派出了好几次小分队 在北京各个街头走遍了北京大街小巷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员部队的战士 找不到他的战友刘国庚的尸体 所以我们就对人民群众大大出手 你信吗 外地人可能智商低于80的人 可能信这个说法 这就是共产党 这就是他妈的 普京也特别擅长搞这个东西 随苦赖上人家乌克兰 说乌克兰搞生物武器 就是这个就是共产党 普京习近平 邓小平 斯大林 这个也一路获色 全部都是就是靠造假 欺骗人民 骗取人民 给他们当炮灰 刘国庚就是最佳的炮灰 中国人民解放军 要想办法带着脑子 去思考一下刘国庚 是怎么样被他的战友抛尸的 我相信他的战友 应该和罗小平的父亲 不抛弃邓小平一门一样的 这感情是有的 自己的老战友 同生死共患难 怎么能看着自己的战友受了伤 掉了队 后来判断死了 怎么不把他救回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军队 都会把战友的尸体 带回去 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33年前 戒严部队 要突破这个道德的底线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扯罗小平扯到罗小鹏 扯到这个刘国庚那儿去了 罗小鹏讲了一个观点 引起我的注意 就说这个2012年 是2008还是12年 就是上海帮 决定 让习近平 接班 这个事搞定了之后 曾庆红身边的人 曾庆红的秘书 曾庆红的铁哥们 专门找了罗小鹏 因为罗小鹏写了一篇文章 写了一篷 党天下之下 总理是怎么干活的 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我瞄了一眼 有一定道理 也谈不上特别 特别前卫 他自己讲的是 他认为这个文章很前卫 红二代高级干部都在传他的文章 也许是事实 但是我看了文章 没有那么深的思想的突破 因为这个局限 他有话不能说 他点到为止 总而言之 他说他那个文章 引起了红二代的重视 红二代特别派人找他谈 说你安排时间 曾庆红 江泽民要请你谈判 请你谈 请你甚至你这文章讲得很好 思路很正确 对你这个思路很正确 你可能 你可能 你可能要 要不吝指教了 或者说要可能请你出山了 他是说 我这么大事 我是不可能当官的 我当教授挺好 我就是说话 被帮你出出主意 他充满信心 安排时间就等着 等着来召见到中南海 给习主席 或者是主要是给曾庆红那伙人 给曾庆红的秘书 这个好好谈谈治国安邦的大忌 怎么样在一党专政 党天下之下 充分发挥国务院总理的这个角色 这个作用 他这么个准备 结果怎么着 结果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人家联系人 中间人说特别抱怨 真是不好意思 没想到这个人 没想到这个人这个样 就是像罗小鹏这样的人 再去给高层禁言的机会 就完全切断了 知道吗 所以从那之后 中南海怎么玩 中南海就是他妈铁桶 我也有朋友跟我抽牛逼说 他是狼奇山家 他是可以进去的 他可以 也就是说 曾经在某一个历史的时间段上 我这个朋友是可以跟狼奇山 关起门来 无话不讲的 我说你现在呢 他说现在 他说第一 那个电话全变了 第二 咱也就不惹这个事了 咱也主动的 主动的不去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一碰啊 有可能给人家带去额外的麻烦 人家不是心甘情愿的 跟咱们谈 现在这个地位啊 已经 你知道吧 在中共里边 大家这样的时候可以 你像任志强 是可以深中半夜三点钟 拿起电话来 给这个王岐山打电话 请注意 那是什么时间段 过了那个时间段就不行了 过了那个时间 你给人家王岐山打电话 人家王岐山不接了 电话号码变了 你你你任志强知趣的话 你任志强在写书的时候 就不要请 王岐山给你写序了 这一点啊 有人私下里面去 去点播这个任志强 任志强还有点不以为然 任志强有一本书啊 我不知道哪本书啊 任志强出了好几本自传 他也讲 想当这个精神导师 有一本书当中 好像请王岐山写了个序 后来有人 点播人是想 说你这个 人家说 就好像你李洪宽 现在要写本书 你没有必要让 魏京生给你写序了 你没有必要让 余茂春给你写序了 你没有必要让 川普给你写序了 你为什么 没有必要 你李洪宽这个书的水平 早就超过了他们了 你把他们再拉过来 给你拉大旗做虎皮 就把事情搞得非常复杂 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我真要是现在写本书 我可能让魏京生写个序 让余茂春写个序 让胡平写个序 让这个啊 我认识的这些牛人写个序 我想这可能是出版商的意愿 就任志强的出版商 把这个事呢 其实这个事在一个两可之间 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各有各的好处 可能出版商 出版商就是为了利用一切名人的名气 来干嘛呀 来赚钱 其实把事情搞得复杂化了 给读者带到了一个虚假的想象空间 这是讲的任志强了 这有点扯远了 任志强写中国政治问题 他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因为他在一线 他的表达出来的那个思想的深度和高度 远远超过王岐山 超过王岐山的好几个楼层 对吧 你干嘛还要让王岐山跟你写序啊 所以以后你们这些老干部出书的时候不要来找我写序啊 你找我写序把这个事搞复杂了 以为你是三千个县委书记之一 你这样不好吧 何清莲晚节不保 何清莲也不是晚节不保 何清莲她是个女人嘛 女人最好不要谈哲学 这个80年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说 女人不要谈哲学 女人可以去和哲学家谈恋爱 但是本人不要变成哲学家 为什么 那既是女人的灾难 也是哲学的灾难 政论呢 谈政治啊 我觉得也不太适合于这个女人 但是这个啊 我这个 我这个是有保留的说这个话呀 不是针对何清莲女士啊 何清莲我还是很尊重她的啊 她有些观点 有些角度也也挺新颖的 能启发我 但是这个事上 说就说到具体这个事上 这个不太 还有更更觉得呢 还有说涉及到习近平称帝这个事 人家苏小康说习近平称帝 为什么称帝啊 因为现在这个这个总书记玩不下去了 找不到一个总书记的接班人 啊 这个四海之内滚滚诸功啊 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 来接替习近平这个总书记这个职位 习近平只能干下去 再干总书记也没意思了 有人说有可能恢复党的主席 也可以 恢复党的主席也可以 这是一个玩法 当然我觉得啊 以我作为一个真正所谓 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思考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然然生起的思想家 能够站在月球的高度 看中国的事 习近平最佳的办法 最省事的办法 是解散共产党 解散共产党就是给西方打掉了一个口石 因为西方现在看着中国撅起 横挑鼻子竖挑眼 主要是怀疑共产党 为什么 因为共产党臭大街了 共产党的名声太臭 习近平完全可以学 啊 这个东厂西厂 自己的特务机构 啊 这个公检法 这个这个官僚框架 完全可以脱离共产党运作 就把共产党灭了 我觉得这个 他灭了共产党 有 中国人也会很多人给他一个加分 解散共产党下一步 与民约法 搞真正的宪政民主 啊 就是走通 袁世凯没有走通的称帝 君主立宪 虚军共和 光荣退休的这个道路 如果习近平能走通的话 他真是一个伟人 啊 人民会在某种程度上 原谅他 会给他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是实权要交到中国人的手里 让中国人民选出3000个县委书记 学美国 民主治国 行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